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首先你做任何事都要一一关注自己的心 不要被事情本身控制了 忘记了心灵的状态 你是被妄心控制了胡思乱想 还是始终安住 不生执着 不会慌乱 从容淡定 如果是后者就叫虚静 做什么事都要养成从容 按部就班 不急于求成的习惯 日久天长 浮躁的心就会沉淀下来 你的生命也就变了 当你明白虚静的心态时 你的身上就会出现一种不一样的磁场 生物场 为什么善心比丘说佛陀身上有光 就是因为佛陀的磁场不一样 不过他虽然能看到佛陀身上的光 却不知道佛陀身上为啥有光 把佛陀当成一般人 这就是他最愚昧的地方 最近流行有一个能量表 说你处在什么心态时 你的能量级是多少 会发出什么样的光 这是有道理的 它是一种生命表征 证明了你的生命发生了客观的变化 所以 我们要学会不去计较 学会绝思绝虑 不要想太多 事情来了就应对它 做完之后不管怎么样都不去牵挂 这样你就会慢慢变得专一 做什么都很专一 你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少 当你没有任何执着时 你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这时你的真心就会跟天地灵气合二为一 你就能踩到天地之灵气 你会觉得非常轻松 这就是打坐让人身心舒畅的原因 二 西方有人专门做过实验 一个人就算非常疲惫 一旦进入无我的虚境状态 并且安住上若干秒之后 他的所有细胞就会充满活力 这就是入定 很有意思 这说明宇宙中可能有着某种能量 当你的生命频率接近它 甚至跟它达成一致时 它就会成为你的生命能量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 我自己经常会有这种体验 哪怕我很累很累 只要眼睛一闭 心放空 在虚境中待上几分钟 最多十几分钟 我的生命就会重新充满能量 所以你如果觉得累了 不妨给自己的心放放假 把所有事情都忘了 在一种没有执着的状态中静坐一下 半个小时也行 一个小时也行 不要求什么结果和绝授 如果你有造作心的话 你是进不去的 哪怕在做事的时候 你也要训练自己 让自己进入虚境的状态 不执着过程 也不执着结果 一边专注地做 一边观察万物的变化 永远不要被纷繁的现象和变化卷进去 永远不要迷失 永远不要渴望什么不变 也不要害怕什么会变 因为以渴望也好 害怕也好 该变的时候 它都一定会变 你执着不了 不如让自己安住在虚境之中 享受生命最美好的礼物 像老子这样 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永远不被绞进去 永远这么淡淡地活着 三 当你进入虚境状态时 就能把大自然的能量 射入你的身体 这就是所谓的采天地精华 吸日月灵气 这不用专门去学 你只要进入无职 无我 安静 专注的状态 自然就能做到 你可以在生活中试一试 找到感觉时 就尽量把它变成你生活的常态 比如睡觉之前 你可以把自己放空 在一种没有杂念的虚境状态中入睡 做事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入空 在虚境中生起观照 在这种无职的境界中做事 如果能进入这种状态 进入这种境界 你就实现了归根 你的气和经都能归根 有些人甚至能把气收入中脉 这就是藏传佛教的说法 道家将气收入任督二脉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设心 不要让心气散在外面 消耗得太多 否则你会非常累 当你慢慢地实践 成为习惯之后 你就会经常得到大自然的滋养 你的精神气就会变得很足 平时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应该都知道 一般在早上的时候 和尚都会有打坐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和尚 也比较喜欢静静地打坐 而据最新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正常人来说 这些潜心研究道家学问的和尚的存活年龄 比一般人要长得多 这一研究出来之后 也让很多的人对打坐非常的感兴趣 希望知道打坐到底有哪些好处 之所以僧人相比于正常人来说 存活的时间会更长 除了这些人平时比较喜欢吃清茶淡饭 喜欢清淡的饮食之外 也和僧人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打坐 是有一定关系的 打坐的确对人的身体是比较有好处的 一 经常打坐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打坐能够让身体的血液流动速度增快 有些人由于在平时不喜欢坐着 反而喜欢躺着 所以使得体内的血液流动速度开始减慢 出现各种血管性疾病 打坐能够让血管性疾病的发生概率降低 二 经常打坐也可以防止颈椎疾病的发生 我国的颈椎疾病患者人数不在少数 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轻微或者是严重的颈椎疾病 之所以会出现颈椎疾病 就是因为这些人平时缺乏锻炼 打坐虽然是属于一项轻微的锻炼 但是由于是有氧运动 所以对人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打坐能够预防颈椎疾病的产生 让人体的骨骼更加健康 避免严重的疾病 三 经常打坐有助于身心放松 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修身养性 有许多和尚都是通过打坐的形式 来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休息 这种打坐的方式虽然是不浪费体力的 但是却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 会让自己感到非常的舒适 不至于像其他的一些运动方式一样 感觉全身非常的不舒服 打坐这种运动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现如今也成为了一项全民的运动 有许多人都每天会花一到两个时间来进行打坐 其实打坐对人的身体也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 可以通过打坐的这种形式来预防多种疾病的产生 尤其是中老年人 如果平时没事做的话 可以多打坐一下 除此之外 也应该要配合其他的无氧运动 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而且也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 让自己越活越年轻 也不用害怕疾病的到来 打坐看似简单 也有相关的注意事项 打坐的环境和呼吸的要求 如果在房间打坐的话 就应该保证光线适宜和空气的流通 在室内打坐应该选择幽静的地方 避免受到噪音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 气味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 打坐的时候还要保持自己的呼吸 均匀维持在一定的深度 双腿盘坐 左脚放后把右脚盘起来 这样可以稳定中心 让你快速地进入心神宁静的状态 但是在电视上很多人都看到的是双腿盘坐 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 那么就可以试一下单腿盘坐 把一只脚放在另一个腿上 打坐的时候保证身体的垂直度不能弯曲 这样才能够有利于经脉气血地运行舒畅 两个肩膀还要自然地舒张 不能刻意挺胸 让身体的上半身呈放松状态 不管你打坐不打坐 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虚净的心态 当你没有妄念 没有执着 本身就是在修道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吧